以后 端茶倒水这些粗活 交给下人干就行了 真的吗 小七 小七 你慢点走 终于不用筑牙障了 太好了 休息一会儿 公主怎么带了那么多东西啊 她是把半个皇宫的宝贝都拿来了 不可妄议 公主 我好饿 我想吃猪蹄 想吃猪蹄 我让厨房给你做 等会儿 怎么了 公主的洗澡水我还没烧呢 要不然该挨嬷了 我先去了啊 别忘了我的猪蹄 小七 你慢点 慢点 公主 公主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你按时洗澡的 站住 你过来 坐吧 坐哪儿啊 随便啊 哦 打开 鸡腿 厨房做的 我吃不下 你吃了吧 那怎么好意思 怎么了 你 居然下毒 莫言 莫言 你怎么了 我没有下毒 怎 怎么会这样 来人 来人啊 来人 快来人 堂堂的公主 胆子居然这么小 好啊你 你居然敢骗我 你信不信 我等我 来来来 吃吃吃 萧太妃的事 算你立功一件 不给你记性 所以 这个鸡腿就是奖励了 不想吃啊 不想吃算了 不行 我都吃过了 不能还给你 好 以后端茶倒水这些粗活 交给下人干就行了 真的吗 你要喜欢可以继续啊 不喜欢 我觉得公主 你这么好 体恤下手 我感激不尽 不过 我还挺佩服你的 你一个人嫁到这儿了 还要忍受这个撩人的气 特别是那个萧观音 每天的脾气 就跟吃了二斤辣椒似的 是吧 嗯 还有那个耶律菩萨奴 每天那个脸臭的 就像 就像 毛坑里的臭石头 没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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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